据路透社报道,两名知情人士透露,美国今年3月在宣布紧急释放创纪录规模的战略原油储备前,并位于国际能源署的伙伴国协商,迫使这些国家紧急释放各自的储备。 报道称,华盛顿的单边行动可能破坏美国与国际能源署的关系,还可能使人质疑这个国际组织的重要性。 据报道,国际能源署的成员国担心美国总统乔·拜登是出于政治原因利用战略石油储备遏制国内通胀,而不是保护石油消费国,不受全球供应波动的冲击。 报道称,一名熟悉美国此次释放储备的消息人士说,此次释放在开始阶段基本是美国的单边行动,这让国际能源署感到尴尬。